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和大家聊一聊工作还有休息的时间 工作的时间有没有一个标准呢 很多的国家工作时间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很多的国家是八个小时 有的国家是七个小时 那有的国家呢是六个小时 或者有的公司标准的工作时间一天是九个小时 在六个小时或者到十个小时之内 我们都可以算是标准的工作时间 所以看到别人一天工作八个小时 那我呢工作十个小时就感觉心理不平衡 不要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根据你的公司或者你的工种 你做十个小时也可以算是标准的时间 首先心里面要接纳自己工作的时间 当然了有些工作的时间是不合理的 但是这个标准的时间呢 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国家是不一样的 我们再谈一下休息的时间 我们不能不睡觉 我们需要休息恢复活力 但是我们这个休息的时间 今天有没有一个标准呢 每个人不一样的 那有的人是七个小时 有的人是八个小时 那有的人睡十个小时 他的脑部才感觉自己啊 有活力 非常的安静 非常的明锐 每个人不一样 你比如说昨天你睡了四个小时 那今天身体自然有一个本能的调节 睡了七个小时 那你可能平均每一天保持 应该睡觉的时间是五个半到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左右 这是你能够保持的一个平均的时间 这样一个身体的自然的调整 也是很合适的 你不要因为昨天睡了四个小时 那今天我感觉睡得太多了 睡了七个小时就良心不安 大可不必 因为你需要一个平均的一个标准时间 那昨天你可能睡得太少了 今天呢身体自然有一个本能的调整 你就明白自己大概需要平均的时间 睡觉是多少了 对你自己会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时间一方面的 时间是稀缺的资源 我们在时间方面对自己是又宽 又严 工作的时间 休息的时间 我们对自己宽一点 在某某一个时间段之内都算是正常的健康的 都是可以接受的 那昨天我睡的少了一点睡了四个小时 今天我睡的多了一点七个多小时 在这样一个时间范围之内都是可以接受的 对自己宽一点 但是对自己又要严一些 严一律即宽一待人 但是我说对自己要又宽又严 如果你有时间呢 就要求再完美一些 如果没有时间呢 就不要那么要求完美 看你的时间安排 所以宽容的对待自己 又严格的对待自己 保持平衡快乐前进 祝福你